嗨大家好我是曼史德 今天我們來補測彈珠人啦 這次補測的就是這台 終極暴炎珠雀 我手上的這台是我之前噴漆的作品 在這段日子終於接到了一台 可以讓我來拍補測測試 非常感謝小雨的提供 現在這台全新的價格 已經漲到了3000塊左右 今年彈珠人漲幅真的超可怕的 不過也增加了很多玩家 這也算是一個好事吧 我們在去年2月拍的那一部 有講到這台終極暴炎珠雀的故事 還有上色的過程 現在回頭看看這台跟這個價格 感覺噴漆下去有點浪費的感覺 不過做都做了 等之後有緣再收一支回來玩吧 好那我們接下來回到主題 終極暴炎珠雀有好幾個模式 有一般模式 威力模式 連射模式 控制模式 還有再變成完美模式 在變成完美模式的時候 中間的暴炎核心 會暫時進化成聖光鳳凰的聖光核心 將威力輸出變成最大化 所以在買到終極暴炎珠雀 這個套件的時候 會有兩顆核心 一顆是原本的暴炎核心 另外一顆就是聖光核心 那我們今天就專心來測這顆聖光核心 原本的暴炎核心 我們就不測了 因為畢竟暴炎珠雀 神異暴炎珠雀 星星珠雀 都有測過這顆核心的數據了 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之前的影片喔 那麼這一片我們就不再贅述它 好 那麼我們接下來就來詳細的看看 這隻蜘蛛雀的各個功能吧 GO 好 一開始我們先來看這顆聖光核心 這顆核心算是第二季比較強的核心之一 它的橡膠看起來很浮誇 前面這幾個凸起 主要是幫彈珠增加回旋用的 最裡面的那個才是做夾壓的動作 接下來我們來一一看看各模式是怎麼變身 首先是威力模式 將肩膀這兩個地方往上推 然後把它往前壓過來 這樣子就完成了威力模式 這個手背壓過來的時候 可以壓到核心旁邊的這個零件 這樣就可以來幫彈爪來做夾壓的動作 接下來是連射模式 連射模式的話 就是把手背旁邊這兩個零件拿下來 然後後面的這塊原本的扳機零件也要把它拿下來 拿的時候要注意 這塊塑膠零件是很容易斷的 所以不要硬掰 拿下來之後把手上的這兩個也拿下來 跟原本的這個零件來做一個交換 這樣就可以把大拇指變成可以扣進中間 跟鞋子一樣的原理 讓發射速度更快 原本這個扳機零件就會把它裝到手臂這邊來 當作另外一個支撐點 再來是控制模式 這個變形是最簡單的 只要把後面的這兩個小角往下扳 然後把它轉到後面來 兩隻小角固定好之後 就可以來幫忙支撐機體 這樣子就是控制模式了 那最後一個完美模式 就是換上了聖光核心 然後把攻擊先裝好 然後連射也變換好 再來也把後面的控制也調整好 三個模式一次變身 再外加換上聖光核心 這樣子就是完美模式啦 等等所有的測試 我們就全部用完美模式來做測試 畢竟你只換其中的一個 看起來都還滿雞肋的 不如就直接把它變成最強的樣子 接下來我們就直接來進入測試環節 我們先來幫他測個數 然後等等測數也會先看看 不加壓跟加壓兩個會差多少 首先是不加壓 321 10.29 這個數字在第二季的 激戰彈珠人來說 沒有加壓就能夠有10公里 是還滿不錯的數字喔 我們接下來看第二發 321 11.22 不加壓大概都會到10到11公里左右 我們來看看加壓之後是如何 首先第一發 321 11.22 哇 好像加壓沒有差很多欸 再來第二發 321 11.65 好 綜合以上這兩個實驗 可以看出說 他的威力模式雖然有擠壓到旁邊這個小零件 但是這塊小零件對於擠壓夾彈器這個部分 是幾乎沒有什麼效用的 所以在剛剛測試你會發現 不管是你有沒有加壓 他的速度都是差不多的 這一點就真的比較尷尬一點 這台目前這樣子玩起來 我會覺得他比較偏向就是收藏的方向 因為他的手感真的不是這麼好 沒關係我們接下來一樣把他拿到戰鬥場上面去 來做其他的實驗 好的來到戰鬥場 首先我們先一樣來打這個一級的標靶 我想他這個威力應該只夠打這個一級的部分了 然後我們幫他裝上這個無線彈匣 這個顏色跟他原本橘色打起來真的是有夠配的 來 彈珠前衝 我們來看看幾發可以把他打過去 預備 開始 2發 3發 表現還在標準之內 一共用了4發就把1級標靶打過去了 他下面的橡膠造成的迴旋 還是有把彈珠的威力加強不少 我們來額外幫他試看看滿級標靶試試 好 我們來把標靶全部塞滿 一樣放這邊 彈珠前衝 好 滿級標靶挑戰 準備開始 欸 意外的居然打得動喔 哇 目前已經打了5顆彈珠了 欸 有打過去了 裡面還有最後一發 看來這個威力要打滿級標靶還是比較勉強一點點 那麼接下來我們來幫他測連射手感 好的 那麼前面一共有16個標靶 除了後面4個有裝上3個彈珠以外 其他都有裝上2個彈珠 然後這一場我們幫他換上旋風彈夾 來 彈珠填充 他後面的小角支撐還是挺不夠力的 所以在玩這一台的時候裝上這種比較大的彈夾 手還是要好好的把他給扶住 好 來 連射測試預備 開始 欸 他的手感還滿順的喔 欸 還行還行 還有兩個標靶 他的這個瞄準還算滿準的 哇 好 整個彈珠全部打完之後呢 還剩下一個標靶沒有打 不過他的連射速度表現還讓我滿驚豔的 沒想到發射速度啊 還真的是滿快的喔 好 那麼最後一關啦 我們來打爆裂巨塔 首先我們先打一般模式試看看 彈珠填充 好 巨塔挑戰準備 開始 欸 還滿準的喔 打掉一個角了 OK 在打巨塔的時候呢 可以很明顯感覺到 雖然說他的彈數不夠快 但是經過迴旋的彈珠啊 打到目標物 他給的破壞力還是滿足夠的喔 那麼接下來我們幫上看看打重裝模式 好 我們的重裝模式裝好了 來 彈珠填充 來看看能不能一樣把他給打倒 好 準備 開始 哇 這打起來好像有難度囉 欸 快倒了 連射的話還是可以的 喔 中間倒了 OK 現在可以看到啊 前面那些彈珠呢 都還有在做迴旋的動作 看來這個聖光核心的這幾個橡膠啊 還真的是滿有用處的 好的 看完以上的測試之後啊 我先說結論 這台買了之後還是供起來就好喔 他的整體發射手感啊 不算很好 玩久了手指頭真的滿痛的 然後電鍍鍵呢 也是盡量不要一直碰 這樣也比較不會退色 再來他的塑膠鍵在你把玩的時候 有一種快要閃掉的感覺 這個代表他的塑膠會比其他隻容易斷 相信當初災情應該滿嚴重的才對 那我們接下來來說說他的表現 威力的部分比較尷尬 因為在加壓的時候比較無感 好在聖光核心基本破壞力不錯 雖然彈珠不快 但是經過橡膠增加旋轉 讓彈珠也有一定的威力 連射的部分呢 因為跟毒蝎用相似的設計 讓速度可以增加不少 那控制部分的話呢 在剛剛的測試中如果有刻意去做瞄準 幾乎都能命中 所以穩定度還是可以的 我們再回歸到整體的使用感覺 雖然說表現都算還可以 但是他的手感不佳 真的就扣分很多了 強度也會讓你很擔心 所以還是維持最一開始說的 這台很貴啊 買了之後體驗完還是就好好收起來 免得發生斷掉的塵案 那麼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補測啦 感謝小羽提供機體 新的一年會再繼續拍 其他彈珠人給大家看 請大家再多多指教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做交流 謝謝大家 掰掰